这条题目就给了三个分数加上的值 这个就是1 然后就要我们找究竟这三个分数 它们的单数次方是什么 首先讲一讲就是这个n就是属于自然数的意思 既然如果n是自然数的话 2n加1出现就一定是基数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 这一块一定是基数的话 这条题目正在问我们 究竟每个component的基数次方 记住同一个基数次方 加上它的时候 究竟又会出现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题目要我们找的分数 这一条算式 我们现在手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trick 可以加上的 唯一做到的就是去分母 简单来说也就是我们说的通分 如果我们将第一条式 一个通分的技巧 就会有一条这样的式 它就是a的三次方 减a平b 减a平c 减ab平 加b的三次方 减b平c 减b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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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b平平 中间怎样分解的过程呢? 那就skip了 交给大家尝试做一做 究竟分解了出来会有些什么呢? 分解了出来就会有一件这样的东西 就是A-B-C 乘以A加B-C 再乘以A-B加C 这些东西等于0 这一刻大家应该知道 等于0的meaning是什么 逆积是得到的conclusion 我们就会有 A-B-C 这些东西等于0 又或者 A加B-C 这些东西等于0 又或者 A-B加C等于0 你记住中间这是一个画字 也就是 它们任何一个等于0 整条式就等于0 所以一般来说 在同一刻来说 基本上只有一个成立 尤其是在这条式 有加减的短短的关系 在一刻里只有一个会成立 然后我们的最终目的 说起来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quantity 究竟是什么 究竟要怎么找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代数下去了 那么我们代了出来 我发觉如果根据每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有A 就等于B加C 又或者 这个之前说过 这个是或者的解读法 那么 C B 这个是B 等于 C 减 A A加B 这个应该是C 等于 A加B 那么 跟着 又有 这个 B 等于 A加C 那么跟着我们有这三个 条件之下 基本上 就是 随便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只是整理其中一种 那么我们都会有 一个答案 很特别 这个答案 整天都会出现在我们 这条题目里面 那么我们整理 随便一个 然后就可以代入去 那么 那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A 例如 我整理A等于B加C 那么我们可以把A 就变成B加C 整个东西 那么 那么 之后 这个题目就要我们平方 那么平方完之后 那么 减了这些 条件之后 我们就会剩下 这个 2BC 那么 然后就可以跟下面的商约了 那么 旁边的那些全部都同一道理 那么我们呢 如果 根据这样的做法 做完之后呢 那么 那么 无论你选哪一种都好 你怎样代法都好 我们都总会见到 由于这些加减成就被人manipulate 过呢 那么 出到来的答案呢 一定会出现有 一个-1 然后就是 两个-1 那么 所以呢 今次这条数的答案呢 最终答案呢 那么 就是 正1 就是这样做的 3 4 5 7